嗨,同学们大家好,我是赵副校长 今天赵副校长要和同学们分享五年级健康教育 如何建立稳固的语义 朋友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没有朋友的人是孤独的 悲伤时,得到朋友的欠慰是温馨的 快乐时,朋友的祝贺让快乐加分 那么,建立稳固的语义,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第一,真诚相待 朋友之间必须建立信任 我们可以有自己的小秘密 但是,我们对朋友不能有欺骗 欺骗是一种最严重的伤害 将心比心 别人对你好 你不对别人好吗? 第二,关注朋友动态 如果你真心想交好这个朋友 那么,你就应该经常关注朋友的动态 了解朋友最近都在做什么 开不开心 有没有生病 有没有遇到烦恼 并及时急以帮助 在身边的朋友 可能比较容易关注到朋友的动态 那么,在远方的朋友 我们更应该通过各种管道 如打电话 去了解他们的生活 第三,保持联系 时间可以使一段感情 变得更加深厚 也可以冲淡一段感情 经常聊天 可以使朋友间的距离更近 不会因为很久没有联系 越来越疏远 对很长时间见不到面的朋友 我们一定要定期的联系 最好是打电话 通过电话感受彼此的生活 与他们分享自己的近况 分享一些快乐和烦恼的事 第四 记住生日 一定要记住朋友的生日 生日对每个人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那么 既然你很重视这个朋友 怎么会忘记朋友的生日呢 记得准备一份用心的礼物 送给朋友 第五 周期聚会 在同一村子的小伙伴们 一定要时常越在一起聊天 大家可以一起打球 也可以一起温习功课 好 今天赵副校长就分享到这里 赵副校长希望同学们 学习愉快 加油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